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两千多个县中毫不起眼 但它又像是一座大城 一座考古发现的大城 从一九七五年 税虎地考古发掘以来 这里的出土文物之丰富 让我们见识了两千多年前的社会图景 那时的秦是什么样子 那时的人们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云梦描绘出了一幅 秦的社会生活长眷 这是我们未曾见过的 未观历史 湖北省博物馆 云梦睡虎地秦检中的大部分 被珍藏在这里 作为中国考古史上第一批 被发现的秦代竹检 从一九七五年出土以来 就备受各界关注 这些两千多年前的秦检 是怎样的一座宝库 为何能让无数学者 心持神望 滋滋不倦地去研读呢 在云梦睡虎地秦检当中 绿 是频繁出现的文字 这是两千多年前的秦绿吗 历史上 商鞅变法制定秦绿 为秦国创立了系统的律法 然而 很长时间里 秦绿都被淹没在 历史的沉淹中 甚至一百多年前 中国法律史的经典著作 沈家本手稿中 有关秦绿的内容 也不过了了数页 随着学者对睡虎地秦检 编幕命名 这批秦检的内容 逐渐明朗 除了编年纪外 这批秦检还包括了 秦绿十八种 校绿 秦绿杂钞 法律答问 封诊室和甲乙种日书的 其中 法律文书占大半以上 云梦睡虎地秦检 让隐秘于历史的秦绿 浮现出来 应该说百余年来 秦代的法律文献 这个是第一次出现 对于古代法律文献 法律史 法典编撰史 它的重要意义都是不言而喻的 秦绿是在中国法律史上 一个关键的发展时期 那么这批发现的话 法律的内容 它涉及到就是政治 经济 文化 医学 艺术 等等 很多方面 律法是社会秩序的载体 当诸多律令条文 组合在一起 描绘出的便是一幅 秦统制下的社会生活长卷 而这些信息 又会呈现秦大一统进程中 怎样的历史图景呢 杀人 商人是其犯罪行为 其二 道是犯罪主题 贼杀人 贼商人 是其犯罪行为 中国政法大学 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 每周一次的 中国法治史料研读会 正在进行 研读会的参与者 有老师 也有学生 从2003年开始 徐世宏发起的这个研读会 已经持续了20年 这些中国古代的剪读材料 对于他们意味着什么呢 想学法律史 你又应该知道 中国古代法律的原貌 原生态究竟是怎样的 看到的是情节 然后看到的是情人书写的文章 至少在情感上 在心灵交融上 应该有一个更近的距离 他是不是告诉你 这个流程应该怎样的 我应该怎么操作 至于说是不是真的到人家里去偷了 真的案子 觉得他不会是这样 因为他特意设计好了说 这个衣服就放在一个主套上 沿途会讨论的是 税虎地勤俭中记录的一件盗窃案 报案人已声称 前一天夜里 他把一件衣服放在偏房 早上起来 衣服不见了 还在偏房墙底下 看到了一个新发的洞 接到已报案后 律力赶到现场 对盗洞和周边的脚印 进行了勘验和记录 根据描述 学者绘制出了盗窃者的脚印 还原了2000年前的案发现场 所以我们从这个内容来看 可以说 秦奈已经具备了相当水准的 司法勘验的技术 最令人惊奇的是什么呢 就是在他这个金挖的墙里墙土 上面的脚印 这个脚印上面的穿的鞋的纹路 它都给记载 这叫司法恨迹学 可以看到这个法律上的文明程度 达到了什么样的水平 这个名为学道的案例 处自睡虎地勤俭中的风诊室 而这只是睡虎地勤俭诸多律令文书的一个片段 睡虎地勤俭 呈现了战国末期从诸侯争霸 走向帝国一统历史时期的社会图景 对于生活在巨变时代的生命个体而言 每个人都被裹挟在时代洪流中一路向前 而对于不断崛起的秦国 在争法扩张中有了更多的新占领地 维护这些地区稳定 事关统一大局 此时的秦国将采取怎样的治理措施呢 公元前227年春末 秦国南郡的郡守藤向基层官吏下达了一份文书 与通常冷静平和的文方不同 这份文书措辞严厉 文书指出 过去百姓习俗不同 好恶不一 以至于乡俗盈役之名不止 盛盲法度没有得到严格遵守 甚至官吏也放纵行事 对官吏来讲 语气相当强硬 它的目的就是整份秩序 稳固政权维护治安 秦国在公元前278年 攻占楚国颖都后 在楚国故地上设立了南郡 这份通告发布时 秦设置南郡已有50年了 但唐仍要为荒痴义俗而打动干戈 南郡的统治下 有大量的原来的丑恨存在 这些丑恨永远保留着原有的文化传统 跟秦之间就会发生激烈的冲突 一个地方的军事占领不等于它的文化融合了 任何一个国家刚建立的话 特别是把其他国家亡了以后 并到你的领土 那个地方绝对不是非常平静 云望税虎地勤俭中 南郡守藤文书 是下发南郡各级官吏 用来明法审令的文告 文书下达的这一年 秦王嬴政遭遇了来自燕国金科的刺杀 地处江汉平原的安路 文书小利喜通过这份文告 同样感受到了紧张的气氛 对于雄心勃勃的秦国来说 秦的统一不仅是版图的扩张 需要收拢的还有人心 自商鞅变法一来 秦国依靠先进的制度快速崛起 数量庞大的基层官吏 成为秦国治理和统一的基石 而对于每一个官吏个体来说 需要具备怎样的素质呢 在云梦水虎地勤俭中 唯利之道的文风独树一帜 像诗歌一样读来 富有节奏 语言的形式美感 让他在众多的法律文书中 格外显业 对于这群大学生而言 解读秦俭中尖色难懂的古文 朗读是心知有效的学习方式 而对于当时的秦国官吏 这种具有韵律感的文风 又意味着什么呢 有这样一种节律在立场 又有韵 通常是四个字 就念起来朗朗参考 它就是为了让你读了之后就有印象 让你能够背诱 能够记住 潜移默化 潜意识地去执行 秦国推行的俊仙制 打破了分封制的宗法血缘政治关系 依靠中央直接委派官吏 实现了对地方的官吏 这就对官吏的素质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我们看那个维力之道 基本上都是基层 这是实现国家意志的最有效的对象 智力不致民 那时怎样才能成为一名好官呢 能力并非唯一标准 德行反而至关重要 为此秦队官吏也有着大量制度的约束 要当官 他首先是道德规范 维力之道里面就谈了 力有五善力有五食 你要当官的 你应该做什么善事 不能做什么欧事 这是一心一意地为国家效力 为官要亲自廉洁 要喜为善行 这些东西对我们今天 不光是对官吏的管理 对我们普通老百姓 都很有精神上的引导 正是千千万万的基层小粒 严谨勤勉 筑起了秦统制的基石 而秦的制度也覆盖到更多领域 保障着日益庞大的疆域的生产发展 秦绿对于农业的保障 从一粒种子开始 这是税虎地勤俭中的一条 现一脉已为种用者 孝何以藏之 孝货以藏之 就是按照这个货 就是骨子里保存的办法来保存 当时的骨子 比麦子要贵 所以说呢 就是要按照那种办法去保存 各种粮食的种子 保管要特别注意 税虎地勤俭的绿纹中 也明确了不同作物的单位用种量 如稻麻 每亩田用种二有三分之二斗种子 骨子麦子每亩用种亿斗 而且勤绿也有因地制宜的规定 如果是好的田地 可以根据实际情况 着量播种 从播种到收获 从粮仓管理到粮食分配 税虎地勤俭中 都可以找到对应的绿纹条目 它是农业社会嘛 如果你农业亏的话 你的国家就不稳定 把范围端在自己的手里面 不仅农业生产 秦绿也延伸到了 生产生活的诸多领域 在春天二月一直到七月 因为这个时间是植物的生长期 和动植物的繁衍期 那么就规定 这个时间不能捕捉幼鸟 捕猎幼兽 能够保证它不节责而渝啊 草和林木也是一样 不到夏天不能够拿这个草啊 去呕肥料 这个本身作为法律来讲 这是最早的 无论是在生产领域 还是日常生活中 立法都是不可或缺的 统一六国后 秦的国土面积增加了数倍 他的版图上出现了东部和西部 南方和北方 秦是如何让不同地域 不同族群的人们 接纳和使用秦力呢 这是睡虎帝秦俭日书当中的 秦楚乐明对照表 在南方曾经的楚地 楚人曾拥有独特的乐明系统 秦将其转换成了通行的禁乐法 一张表格简单明了 楚人的立法就可以转换成秦力 秦人来了之后 就开始推行一整套的秦文化了 但是原有的丑文化 在原来的丑文中间 仍然还是有影响的 于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就出现了什么呢 出现了这样一个秦丑乐明对照表 实际上是为了解决 秦文化和丑文化共产的进行 立法统一 为秦帝国广阔疆域的生产生活 提供了便利 而这只是秦文化统一举措中的一个缩影 云梦睡虎地秦简 为后世打开了通往两千多年前的一扇门 而当人们把目光从浩凡的简文中收回 秦简上的文字还将呈现怎样的信息呢 云梦宪文化馆 书法家正在临摹睡虎地秦简中的文字 这些文字古朴典雅 雄浑苍净 在书法美学中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 然而作为文字本身 它的意义不经于此 在文字的发展史上 人们对秦统一文字的历史耳熟能详 秦统一之前 单一个马字便有多种不同的写法 而这个马字来源于睡虎地秦简 一般认为 秦统一文字是把大传统一成小传 但当学者再次检视睡虎地秦简的文字时 对秦统一文字的标准提出了新的假设 秦始皇统一文字过去都认为是 李氏在泰山科寺里面的小传 把大传变成小传 可是你一梦睡虎地 这个秦简一发现的话 一看 这不是小传 这是隶书 当时秦朝的话 你受灾要汇报 什么要汇报 这汇报那汇报 文书一天是忙过不完 而且这小传都难懂 由此看来 秦的文字统一到历书 也有了很大的可能性 相比于小传 秦历既便于书写又便于交流 经过两千年的演变 直到今天 成为人们日常使用的汉字 除了文字 秦的统一举措 还包括货币和杜亮恒的统一 秦统一前 各国都有自己的货币体系 但在处地就有以笔钱 影称的 统一全国后 秦规范了货币的标准样式 原形方孔铜币 这是云梦先出土的半两钱 美媒仲约当时的半两 俗称秦半两 原形方孔币在中国的使用时间 超过两千年 为了保障货币流通 秦律规定 百姓买卖 不得因钱币的品相差异 而区别对待 除了统一文字和货币之外 统一度量恒 也是对社会发展 非常重要的举措 这是云梦睡虎地出土的陶亮 纸壁平底 呈圆统形 它将展现琴 怎样的量质标准呢 这件陶亮 1975年12月出土于云梦睡虎地7号目 经过用小米测量 它的容量是两千毫升 著名的秦始皇方升和商鞅方升 他们的容量是200毫升 那么我们这件陶亮 它是商鞅方升跟秦始皇方升容量的十倍 所以它也被称为秦斗 陶亮比秦始皇方升要早35年 就说明了从孝公变法到秦始皇统一六国的120多年间 秦国的量质是稳定的 为保障杜亮恒标准的实施 秦以法令形式将规范搬行全国 秦两兆青铜板 便是关于推行杜亮恒的布告诏书 令人惊讶的是 秦的统治者已经意识到了误差的影响 为了确保杜亮恒制度的推行 秦律规定 县和公事由有关官府校正齐全 斗筒和升至少每年应该校正一次 在税虎地勤俭中 杜亮恒有了规范产数 这世界上最早的手工业标准化法律 就是围棄同物者 取小大短长广一笔等 商业是生产和消费当中的一个纽带 同样做一个东西 长多少宽多少高多少 都基本上是统一的 所以为什么秦人在打仗的时候 他的车子坏的话 马上能够换个轮子上去了 是吧 因为它是标准化生产 书同文 车同轨 量同横 行同轮 从文化和制度层面 消除了地方格局 开启了中国统一通明部 封建国家的发展历程 湖北荆州 一项古老的手艺仍在这里传承 一件漆器从炙胎到修饰结束 全部依靠手工打造 少则用时三个多月 多则一年才能完成 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晚期 无数处地上的漆器工匠 将这项手艺发展到新的高度 手工艺人正在制作的 是当时的日用漆器漆耳杯 它的原型来自江汉平原上 并不显见的出土文物 通常用作酒器或橙器 我手上里是一件漆耳杯 也叫粥 也叫旅商 是我们过去古人 它用来喝酒用的 从1975年睡虎地考古发掘以来 云梦县陆续出土了大量漆木器 其中就有漆耳杯 这些漆木器造型优美 工艺精致 上面留下的一些文字 又是何以呢 这些文字也是对应 陕西咸阳市庭 许昌市庭等 所管辖的机器作坊的标识 这为什么会很多咸庭 也就是咸阳制造的 庭的话就是等于是 公家办的一个东西 在一些漆木器上 还有一类文字 是漆器制作工匠本人的名字 器物之上 为何会出现如此之多的文字呢 这源于战国时期 普遍实施的一项制度 物乐功名 制造者要把名字刻在器物上 物乐功名就是要 每件器物上面 要刻上你的名字 你制造者的名字 这样子就是追究责任 就有人上 录制到人上 琴果为什么很多东西 会这样子的话 它有严格的一套 这个所工业的生产制度 随着琴的统一 物乐功名 在法律上也得以强化 正是在这样的制度下 很多器物作为商品 流转全国 对于琴果来说 更大范围的商品流通 为人们提供着 难以计数的日常器物 商鞅变法以来 琴的制度规范了 手工业和商业活动 促进了经济有序运行 琴依靠改革 广泛促进了 社会生产力发展 使国力达到鼎盛 而保障帝国制度 推行的 正是细致周密的 琴律 法律它不仅仅是 法律本身 它是一种制度 它要推动 经济社会文化 整个来发展 琴的统一 它是一个非常以文化 法力为先导 来形成了中华民族 对文化的认同 它是以德 以法 来统一的国家 不是简单的武力 它开创我们一个 法治治国的时代 琴建立了开创性的制度 历史中的琴律 为琴的统一 提供了制度保障 琴也是一个短命的王朝 由于琴的暴政 在帝国统一 仅仅十五年后 便走向不灭 那么 琴的制度 从此就消失了吗 武汉大学的陈伟 正带领团队 对一批竹简 进行整理研究 2006年 在税虎地勤俭出土 31年后 考古工作者 在云梦税虎地旱墓中 再次发掘出了 两千多枚竹简 这便是陈伟的研究对象 税虎地旱截 令人惊喜的是 在一份连续记录 14年的致日长卷中 出现了一个人的名字 他叫岳人 和税虎地勤俭主人 喜的身份相似 他是西汉初年的一名 基层小吏 也就是税虎地汉俭的主人 随着整理工作的展开 陈伟发现 这批竹简中的大量内容 与律令相关 税虎地汉简当中 法律文书 共计850枚 分两卷 和税虎地勤俭相互对照 在秦律18种 和法律达问的 28种秦律律文中 有21种再次出现在 税虎地汉简的汉律当中 在税虎地汉简里面 要找到汉初的这个律令 把这个不同时代的律令 一比较的话 确实是我们看到 秦始皇 或者说更早 秦朝王时期的这个律令 这个法律 它的基本的格局 都和后来的汉队 是一幕相成的 这只是税虎地汉简的 冰山一角 更多谜团 将随着逐渐的整理 与研究 陆续揭开 从秦简到汉简 西汉初年 对秦律的研习 清晰可见 事实上 西汉初年 不仅继承了秦的律法 也承袭了秦的 俊献制等制度 这是云梦讲述的故事 也是两千多年前 走向统一的时代画卷 从战国晚期 到西汉初年 云梦县 是江汉平原上的 古阿陆县城 这片土地 不仅留下了 小人物书写的家国往事 也见证了两千多年前 帝国一统 汉颜秦律的历史变迁 拨开历史的云烟 云梦提供了一个 回望打秦帝国的创口 也因此 后人得以从中 探述历史 溯源文明 而云梦县 还将为考古学家 带来更多的发现和惊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